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嗨 我回到家了 最近買東西買很多 總之你一放我個人出街 我就會買東西 很危險的狀態 但我今天又出了街 我就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買了什麼 還有順便邊刷一下自己 不要再買那麼多東西了 首先講一下這件衣服 這件不是衣服 這件衣服是Monkey 這件衣服其實有很多細節 很漂亮的 這個牌子叫做 Without You 這個也是我自己扣上去的 這個不是的 這個牌子做的衣服也是有型的 其實是一個朋友設計的牌子 本地設計師大家支持一下 你們上她的Instagram就會看到她的衣服 另外就是我現在頭上戴的這件帽子 這件帽子很搞笑 這件帽子昨晚買的 是DKNY來的 給你看看 這件帽子是一件薄薄的帽子 是DKNY的 即是二手的 它又在另外一個本地設計師的店裡買的 只不過是一百元 所以我一拿起這頂帽子 她就說 你不用想的了 我就買了 不過她的衣服 就不是那麼便宜的 她的衣服是有點像 Yoji的感覺 一些很漂亮的麻質的衣服 一些cutting漂亮的 或者是闊闊的 可能有些男生 其實不是很喜歡穿一件正式的長袖衣服 但你總是覺得那件衣服很漂亮的 即不是一件底衣服 那她就是賣這些衣服 我亦都買了一條褲 好 就是這裡 是一條麻質的褲 橡筋頭 那為什麼裡面是白色的呢? 因為 它的褲腳是這樣的 裡面有一層白色的褲腳 鋸出來很漂亮 我現在馬上穿給你看 穿裙的好處就是這樣 一拿高就搞定 後面有兩個袋子 旁邊也有袋子 這條褲呢 一千多元 但你覺得是值的 它是自己設計的 整間店的東西都是 很有型 那些外套也很有型 不過現在 真的熱了 所以買不到長袖衣服 買不到外套 然後呢 就是這一袋 這個呢 就是 我朋友 有個台灣女生 叫小鼓的 追蹤了沒有? 之前也有出現過 在我的VLOG那裡 那她就嫁了來香港 她一直都是做一些古著的衣服 或者是一些東西的代購 她買了很多東西的 她也是一個很有 taste的人 所以她入的貨也是很漂亮的 如果你喜歡穿裙子的話 你就可以多多留意她 這個是一個 來自日本的 即是 她寫的就是那些心女 是 的衣服 但是 我也是很想要 我不管她心不心裡 聞不聞清 還是什麼 很漂亮 只在這裡已經很漂亮了 她的店舖叫做Dirty Pretty 其實以前在台灣東區 她真的有一個實體店 嫁了來香港之後 現在就變成網上店了 大家快點去追蹤她的Facebook page 就可以不斷買東西了 而且她呢 即是不是一個大貪的人 所以呢 她每樣東西我 我猜了 我猜她不是賺很多 她設定價錢也很合理 好 那呢 講開這個袋裡面的東西 不如講一下這個袋 這個袋 這個袋 我Post過了 其實買了兩個 我Post過這個 那還有這個 其實這個就是來自印度的買送袋 哇 我印度的人買送這麼漂亮的 這個袋 那這間店舖呢 就在Sogo後面的一間上樓店 其實一抬頭就會看到的 你在Sogo後門出來 它有一個很大的腰果花的標誌 它是上唐樓那些一樓的 那這間店就叫做Glims Workshop 就是民族店啦 有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東西 那我最喜歡就是它來自印度的東西 它真的呢 連一些很traditional的東西都有的 譬如你用來點一點的紅色在這裡的那些 它什麼都有 還有印度的護膚品它都有 那天然的那些東西 那所以也有一點點興趣的事 那我首先就買了這兩個袋 這個純粹Timer Queenland 那這個呢 我就喜歡這個神 那另外呢 它那裡呢 有很多支香水 我想有幾十支 它說Original是有一百支 那總之它們入了幾十支 我那天在店舖呢 聞到呢 聞到鼻子都已經沒有感覺了 我就選了這個味道 Opium 鴨片 對 是一個很 我覺得都幾印度女人的味道 很喜歡 那它除了有這個樣子 它是走豬的 帶出街很方便 另外呢 它可以讓你選擇 有一個很漂亮的玻璃瓶 我下次去它店舖我拍給你看 即是有兩個版本你可以選擇 那我就選了走豬 因為我真的會 尤其是夏天呢 我經常都會帶香水出去 塗著的 那這陣子你們如果來我店舖見我 我都應該是這個味道 很喜歡啊 剛才呢 就在尖沙咀買了手牙 那它說可以黑字 但黑字呢 就要等半個小時 那半個小時做什麼呢 然後Hugo就說 啊不如去逛雪杯啊 109啊 對呀 一個男生提議我逛雪杯啊 109 其實呢 我是沒有逛過那裡的 我就算在日本呢 我都不是逛那裡的 因為我在日本 我會主力看烹飪和歌迫 那我就不會看那些辣妹 或者女生的衣服 那我今天第一次去呢 就跌了錢 就跌了錢 首先說一下這個 這個袋好女生啦 都猜到裡面的東西都應該好女生啦 是不是 我呢 整天想買白色手袋的時候呢 都被人阻止的 難得今天我旁邊是一個 慫恿我買東西的人 所以我買了一個白色的手袋 這個手袋500元 那當然不是真皮啦 是玩玩玩玩玩玩具的 的啦 但是很喜歡啊 這個袋呢 還有一個 梅粉紅色 還有 我忘了它有三個色的 好像是紫色 粉紫色 那芯是白色的 對啦 有帶子 斜背 我覺得也挺划算啊 因為這個款式也是 極之搭配我的 的東西 有時候呢 你有時候出街呢 你會一看到一些東西 就 啊 這個是適合我的了 又或者你有時候出街 看到另外一些東西 就 啊 誰是誰啊 適合他 就是你會這樣去把一些人 塞進去那些物件那裡 那這個袋呢 是我的了 那呢 說回我去尖沙咀的起源呢 就是為了這個袋 那 那剛才也拍過給大家看的啦 那 那 Retro Stone呢 都不用多介紹的啦 是一間 N這麼多年了 開了的古著店 那之前呢 銅鑼灣的 很方便我啦 但是 現在它就只是在潮流特區 我都 走去那裡買 真的很喜歡這個袋 這條袋呢 還有得 較長一點的 如果你喜歡 背低一點 而且它這些呢 這些細節都很漂亮的 不是一個洩袋 但是 它的開山那裡 是有一點點不方便的 因為它沒有弄那個柱子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呢 它每次開山呢 都要你自己綁一個列 有些柱子 就是一次過縮著兩條繩 然後你移動那個東西的 不知道為什麼它不弄那個東西 不過算了 我喜歡 我喜歡這個袋 那 在這個裡面呢 就放滿了貨了 是什麼貨呢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今天 我自己拿出去的袋 那 在 又是先前拍過給你們看 那個貓貓店呢 我就買了東西 我買了這兩個 給他們兩隻東西 不知道他們喜歡不喜歡呢 這個是貓草波波的玩具 這個 那個字真的很深 因為我看到它那裡寫著 可以清潔一下牙 我從來都沒有幫牠們清潔過牙的 所以 好像試試 牠願不願嘗 而且很便宜 都幾十塊一個 Retro Stone 除了這個袋之外 我還買了兩條褲 其實我試了三條褲 但有一條呢 太窄 扣得起來 但是不舒服 然後我買了那兩條呢 是橡筋頭的 我覺得很肥妹啊 這件事 就是 只是穿到橡筋頭的褲 但是 現在這些褲 特價199 是很普通的 牛仔褲 可以繞腳 穿 很隨便的 夏天 對 還有 橡筋頭就可以吃飽一點 另外這個顏色 哈奇色的褲 不過這個沒有繩子 雖然又繩子漂亮一點 衣服都遮住了褲頭 應該看不到的 對 又是可以繞腳穿的褲 我真的沒有這個顏色的褲 夏天 所以我是應該買的 天天 這隻貓呢 這隻貓不是買的 這隻貓是領養的 好 我們繼續看 Shibuya 109 我買的很無聊的東西 我買了一條黑色短褲 但是呢 我進去試的 試了上身 咦 不像睡衣褲 不像家裏穿的褲 穿起來了 夏天穿這些 質地很爽的 好像穿PE褲一樣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而且它不是很過分短 我不喜歡太性感的 所以 好 另外呢 就是 80元五對襪子 給大家看看我的選擇 我買了 一對粉紫色 一對紅色 一對波點 一對 粉紅色紮染 少了一對 喂 我發現我少了一對襪子 是不是在你的袋裡 黑色格仔那一對 你下次見到我 不是你明天見到我 給我吧 拜拜 到今天買了最貴的一件東西 我真的很喜歡 這個牌子我之前都不認識 不知為何經過那個店 我跟Hugo聊天 就說 你知道嗎 有一個Red Line的手鏈 他說 聽說是無見不趨的 那手鏈 誰不知 一條紅色繩 然後有一顆石 那個 然後 他說 他的朋友有天洗澡 然後脫了 那個鏈很貴 好像幾千元 一條紅色繩 一顆石 然後我們就經過這間店 我就看到 喂 多漂亮 然後我看到那個價錢 也是OK的 因為你說開一些很不值 然後看到這個 你又覺得 嗯 適合這個價錢 所以就進去看 一進去看就跌錢了 因為 我現在真的是購物的高峰期 那個 不過 如果你個人是有一條Wave 的話 買東西的慾望 加 所有東西的接受能力 程度 我現在是最高 好危險 那 剛才就進去這間店 那裡 這個叫做 Monica Finada 是不是這樣讀 是英國牌子 但是 她的首飾就是在印度製造的 打開 是沒有東西 因為我喜歡到我帶著了 這個Rose Gold的額 它特別在不是這樣 它是這樣的 它有條繩子 這個額 除了Rose Gold 它還有銀色和金色的 我為什麼先看中 我最初是看到這個繩子 它有粉紅色 噢 粉紅色 然後就走進去 看看 發現其他額的感覺是高貴一點的 即是比較貴 而且她說粉紅色可能會弄髒 因為經常碰到 我本來看了鮮紅色的 她說 鮮紅色 可能某些客人會比較喜歡 然後我 然後就推介了這個 好喜歡 而且她有 剛才有說過 她有一個免費的黑字服務 我就 黑了一個神的名字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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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左右有個心心 它可以黑一個心心 很幼的心心 哎呀 很喜歡啊 這隻額是1400元的 我覺得以它的手工 和以它的材料 是真的值1400元的 我很高興買了這個 今天超高興 這陣子可能你們都會常常見我戴著它 唉 買了很多東西 其實呢 除了 之前你們看的Doll's Cube Unbox 這一堆品 我也不知道說 comic的 我有一天早上 還沒醒 有一天在蟲唐那裡 我有在ened 把電話按著按過 然後 按了進と DIARR busted 買了一些東西 只要我 希望我最後能夠 賺多些錢 今天和Hugo 逛逛逛逛逛 說 你不可以再向我買ε 接著 後來進入Shibuya109 這個袋子很漂亮 完全做不到事 有些朋友是很慫恿你購物的 有些人是阻止你購物的 阻止購物的多數都是另一半 慫恿購物的多數都是朋友 因為整件事很開心 希望大家開心購物 如果你們喜歡我買任何東西 你們就去那間店裡找 我盡量 你們知道我一向都懶 我盡量把資訊放在資訊欄 大家就去下面看看 如果有任何買三個好去處 或者吃東西的好地方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和大家其他人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回覆我了 是不是一隻蜜 我們一起聽完這個 他發了訊息 是告訴我 讓我現在打開袋子看看 為什麼他不打開袋子看看 有沒有才會發訊息給我呢 究竟這隻蜜是否在我朋友呢 還是他們真的被漏了我呢 我下次再告訴你們 拜拜 謝謝收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成為甜甜星的子民 還有就是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Snapchat和Instagram 全部都是E V I T A W O N G 去到哪裡都是找這個名字 就會找到我了 如果想捐獻字幕的話 在每一條影片的有下角 有一個齒輪的icon 按它就可以Add Subtitle 給我檢查完之後 就可以Publish大家 就可以看到你的成果了 除此之外 如果你要找我塔羅 開Akashi Record 又或者是想報名 什麼班 做魔法等等 就可以Whatsapp 9768 5388 9768 5388 我的店鋪在銅鑼灣 確認了booking 我才會發出地址 給你們知道 地址不是什麼秘密 但是 總之確認了booking 我就會發出地址 給你們知道 就是這樣啦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